各位旗友,今天又为大家介绍左马盘河反间计 可以说这个计谋防不胜防 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 黑方进足,红方出居,黑方也出居,红方进居压缩空间 黑方马二进三形成双阵马,此时红方采取进兵 防止形成两头蛇 黑方上马,左马盘河,红方马八进七 走到这里,黑方居一进一,红方兵武进一,采取中路进攻 黑方进足,挑起战端,红方品居跟马 黑方进足,吃掉兵,红方再次冲兵,黑方进足,吃掉马 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 这里一将军,黑方称是红方退居吃马 当然,可能有旗友们在这里会有疑问 为什么会这样走呢 其实这都是普照的细节变化 从开头到现在的话,是唯一的一个走法 此时,黑方平均占据内道线 那么红方这里有很多走法 平兵,将军,然后上马 当然还有居酒进一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马七进五最后一个变化 上马,这里踩着足,炮打着足 黑方依然采取进足 那么红方比较好的走法采取居一九进一 既平均杀着足 同时将来这个左居右掉形成一定的陈房 黑方进足吃掉像 那么在这里,前面一局我们讲了红方此时过于着急的话 上马或者说居酒平寺 形成霸王区 将来做一定的杀气准备 黑方都是有一定的反手段 那么本局我们继续介绍他 居酒平二 之所以黑方前面几局他是有厉害的手段 就是这个八路炮以及八路锯随时他可以闪炮量局 当然这里给红方造成了一个措手不及 本局红方这里形成一个牵制 那黑方是不是就没有缓兵之计呢 那么在这里接下来 黑方刻不容缓的就是贫足吃掉几事 先破坏掉你的阵型 显然红方是不能够贫帅吃的 我们稍作演变 黑方禁局这里一砍士将军的话 即便是你退炮 这里也有闪炮过来将军 即便是不抽局啊 也会让你这个局势 形成红方降帅不安 黑方将来反克制手段 也是非常有力度 好我们就在这里点到为止 那么红方此时此刻 比较好的走法就只能退居 回来吃掉这个组 吃完之后 接下来黑方这步棋 也必须要抢一个速度了 此时禁局捉马 那么现在红方这里牵制着狙炮 这里吃着马 如果说这里来禁局砍手的话 我们有炮二禁四的话 这里来一个打串 这时候 红方这个马 到底是马五禁四好呢 还是马五禁三呢 可以说一个比较稳妥 一个是就会出现今天的反肩计 首先我们看如果说马五禁四的话 看起来很不错啊 那这里黑方直接上马吃掉 然而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妙的阵型 很容易走出来 如果说大家是红方的 会不会感觉我此时此刻 直接马四禁三 这岂不是一步好奇 马踩着马 这里抽着狙 同时中路有炮形成牵制 禁局砍底式就是杀旗 你务必得想办法解杀吧 大家看看 如果说你是红方的话 会不会走出这一步棋呢 那当然站在黑一方的立场上 那黑一方 难道没有发现这个阵型的变化吗 那么看起来这一步棋 红方很不错 实际上黑一方降五禁四的时候 红方就会发现大事不妙 因为这时候你上马踩局的时候 他可以禁局砍底式 把你这个局抽掉了 那反而你也得不偿失 同时如果说 此时红方想稳妥一手称师的话 那这里回马 把你这个马给踩掉了 当然这个阵型往下发展的话 那红方现在也只好选择上马吃掉 黑一方禁局吃掉式 这里来一个将军 帅武进一品鞠吃掉 吃完之后 那显然这里还吃着炮啊 先前说这一步棋 红方不太合适 那这里看来的话 现在红方吃完炮之后 依然先手吃着黑一方这个炮 现在我们盘点一下局面 红方现在双炮一马一鞠 可以说是四个大子 黑一方是鞠马炮三个大子 但是黑一方这个阵型上面稍微 比较顽强一点 此时黑一方是视向双拳 可以说如果说他想稳妥一点的话 可以飞向打鞠 然后再跳马 当然棋局的走法在这里走得更加的顽强 是直接采取了一个弃子公杀 上马踩着鞠 那这个鞠啊没有理由不吃这个炮 顺手牵羊就吃掉了 然而接下来黑一方上马 这里先手一将军的话 大家会看到这里将封锁了 红方老帅六路线 老帅又动不了 就只能平炮先卡住马腿 退鞠吃炮 可以说先切后取 同时接下来一步棋 品鞠吃炮的话 这里将军带抽鞠 红方选择退帅 当然这里也有进鞠过来看马 如果说进鞠看马的话 黑一方有鞠六进二 同样是将军 那么这个走法之后呢 将来黑一红方还务必要平鞠看马 我们就看他最为完强的退帅保鞠 此时黑一方平鞠 吃相就是沙奇 那他只好选择把相走开 但是这里鞠马是有冷招 为什么说这个局面之下 黑一方容易取胜呢 因为先前是通过小卒 包括刚才这个弃子的阵型的话 使得红方老家九宫阵营 事项不全 现在把他的事项 防守的卫士全部干掉 使得鞠马冷招容易成功 那此时黑一方一上马 这里一将军 红方就只能缴械投降了 帅五禁鱼 禁鞠杀 帅五贫四贫鞠杀 可以说鞠马冷招 如果说基本杀法运用得当 在我们平时下棋当中 象棋水平也能够提到很大的提升 显然当黑一方禁鞠捉马的时候 红方马五禁四 黑一方这里是有反克制手段 我们继续看红方 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马五禁三 跳成一个象尉马 可以说象尉马 进可攻退可守 非常的有优势 那么接下来 黑一方又该如何行起呢 显然红方这个马的话 势必将来要前行进攻 同时他这里还有禁区压缩空间 可以说是从空间上面占据优势 那么黑一方这时候进炮 这一步起可以说恰到好处 还有几个作用呢 替把炮交给前方鞠来伸根 同时要解放这个炮 这个八路鞠 鞠一旦出来的话 势必能起到一定的防守作用 同时黑一方还有个潜在的 平炮中路将军闪击抽鞠 然而在这时候看起来黑一方很不错 红方必须得防守一下 然而红方在这里来了一个反间机 平兵 你不是要将军抽吗 我这里先平兵将军 就让你反手来一个抽鞠 那齐友们接下来就进入非常精彩的队役了 大家看看如果说你是黑一方的话 此时该如何行起呢 会不会平炮这里来一个反手将军呢 那现在这里抽着鞠很不错啊 你回马彩还是称式 那都是会丢鞠 然而红方这里是故意巧设计两 炮五平三 大家就会发现 这里鞠吃着你的鞠 你不敢吃他的炮打相是闷弓杀 反而红方在这里占取了一定的优势 那么黑一方想稳住局势的话 那要么就是居八品酒回老家显然得不偿失 或者说再次平炮折返回来 形成一个挡枪的模式 然而这样走的话 接下来红方既有平炮中路将军 还有平兵吃足威胁黑马 那显然红方在这里取到了两不齐的先手优势 对黑方来说不利 所以说在这个局面下 当红方平兵过来将军的时候 黑一方务必先稳住后手 先飞向捕后中路 接下来即可平炮来抽狙 此时红方采取G2G1 交给马炮双重看守 黑一方进鞠过来抓马 现在红方这个马如果说你往前走的话 无论是上马捉鞠的话 他这里还可以退兵 同时如果说马3G4的话 我们可以平炮中路将军 势必将来能够甩鞠过来 形成双鞠砍抵士杀棋 那么在这里 红方采取的炮8G2 先看守住 然后再上马的话 势必有一个闪击 此局面下 黑一方现在是形成子力备受牵制 赶快简化局势 平炮一将军 那么在这里红方闪开 此时进鞠吃掉 这里选择交换 交换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 黑一方退局吃掉这个兵 因为这个小兵呢 可以说眼中钉肉中刺 再不吃的话 将来会形成心头之患 接下来 红方 上马踩炮 黑一方选择退炮 依然保留空头炮 红方进炮打掉足 打着局打着炮 黑一方进足 同时活通马路 红方简化局势 平炮打掉 黑一方平局吃掉 这里当然如果说用马吃的话 红方可以进鞠过来前置 用鞠吃相对而言 抢夺先手更加有优势 红方称是此时进足鞋炮 那么好了 走到这个局面之下 看起来双方是兵种差不多 但是黑一方是明显的占优势 既有先手足吃的炮 同时 这里鞠马炮 黑一方是陈鞠马炮组 四个大子进攻 红方是鞠马炮三个子 目前来说 主要是红方他的老家阵型的 残缺事项容易遭到进攻 将来这个战线拉长的话 黑一方也是比较容易取胜 好了 其友们今天的将计就计反间计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大家觉得还不错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强烈推荐一下 小刀非常感谢朋友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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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